郭文貴議員 有很多買家 我知道他們花的錢 雜費方面是多過這個數 沒理由要買家自己銀河包去賠 我覺得證監會應該給壓力長江 賠賣買家實際上在dispersment 就是洗費的損失 這個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這個和你的二、三個是沒有衝突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你有沒有看過胡關里羅 代表長江出給買家6月21號那封信 你有沒有看過 我本人沒有看過 我想我法國執行部的同事應該有看過 我想你需要跟一跟 因為很多買家都不太明白 亦都不同意 為何6月21號 胡關里羅出那封信裡是這樣寫的 The parties have not completed the sell and purchase pursuant to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and the agreement has been thereby rescinded and completely discharged 這個在法理上是完全錯誤的 為何呢 因為他們現在是違反協議的一方 而不是那個買家 違反協議的一方是長江 因為長江complete不到 所以他們不能在信裡說 Agreement has thereby rescinded and completely discharged 這個法理上是錯誤的 我覺得證監門應該要矯正長江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如果現在有些買家 是不願意接受長江的方案 他是有權去追討回他的損失的 這個亦都跟213是沒有衝突 因為這個是買家的權利來的 那為何證監不在這方面 是要求長江賠賣買家的合理損失 這個亦都是他們那個 我覺得你作為證監 但是我想你都不希望小業主 最後要跟長江打官司 我希望你是能夠用你現在能夠做到的權力 是逼長江賠賠買家合理的損失 是 張總裁 是 多謝 多謝議員 其實我們現在一直是檢視著 那個合同取消 和長江他們方面有沒有按照我們那個合約的程序 就是要求的程序去做 我們現在是檢視著 亦都從第三 有關的第三者方面 是拿著資料 讓我們可以評估到 第一 取消的狀況是怎樣 第二 就是我們的要求 就是那個合同裡面的 那個協議裡面的要求 長江方面有沒有 一一這樣做到 合同的要求 至於說 現在的案件仍在進行中 我們仍在調查中 所以進一步的資料 其實請你揚書 我真的不能再說 但是我們是看得很實 很明顯長江 很明顯長江現在是做不到 合約底下的責任 他是違約的一方 違約的一方 他就需要賠給小業主 他們應有的賠償 這個就這麼簡單 那證監是應該要求長江 履行這個基本的原則 多謝主席 我是同意 剛才陶謹申議員說的 你沒有理由連雜費 都要自己買家去銀河包 因為這個還原的原則 一定是包買一樣東西 這個無可置疑 所以我希望你是跟進長江在這方面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可不可以看一看 因為其實 Lots of Bargain 這個概念 也是還原法裡面的其中一樣的賠償 這個我不是說差價 我是說Lots of Bargain 我希望證監處的這麼多位律師 可以看一看這個概念 因為其實很多業主 他們是有權去要求長江賠這個Lots of Bargain 這個是跟差價無關係 我希望你跟一跟 因為有很多買家實在是不肯接受 長江現在的賠償條款 如果他們不肯接受的話 那證監會怎樣呢 怎樣處理 你怎樣去幫這一幫買家 真是完全還原到 或者是使長江極其量賠回他們合理的賠償 這個我覺得證監一定要跟進 我希望主席 證監是可以給一個補充文件 是怎樣去跟進這一幫買家 他們所承受的損失 主席 對